黄子娇涉嫌非法持有期不未成年偷拍影片 遭到北剑还起诉处分两年 但要缴交国库125万元 还得写1200字回过书 妻子孟耿如5号下午也PO文 代夫道歉 孟耿如表示身为黄子娇的妻子和小孩的妈妈 会承担自己所有的选择 尽全力陪伴和付出 认为做错了就该罚该承担该面对 就算黄子娇是她的先生 处罚也无法宽待 但黄子娇并不知道影片来源 这个说法引起网友再度炸锅 矛头转向孟耿如 认为不知情的说法根本是想洗白 就连圈内好友都不停 上节目代言活动 跟黄子娇好感情不在话下 但不雅片风波 让长期关注额哨议题的隋唐不忍了 率先喊出风沙 隋唐5号晚间宣布 未来将不再以任何形式参与和黄子娇 相关的演艺工作 以提醒自己不任意成为不屑儿童的帮凶 女性林于希则抨击 黄子娇真的别闹了 郑英龙表示黄子娇的行为不能容忍 曾被黄子娇公开调侃太贵的温真凌 也透过IG声援 数位性暴力是犯罪 演艺圈接连发生抵制 黄子娇的付出之路遥遥无奇 进去我